在四季的公口都用北京話說習慣 要用虎路話 字頭 講到尾 好像還沒這個紀錄啦 我們今天我們今天要說從戰爭史看台灣地位 我先用幾個因為現在很冷 各位又要上一整天的課 所以呢 每一次我們上完課 必須長得跟我們檢討 他就說 我最會看有比較親但沒有 所以叫我用簡單的 給各位在初期版 可以了解 連休閒 沒錯 在初期版可以簡單給各位了解 所以我用一些簡單的 譬喻 比例 來給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先從昨天晚上 發生了一件很實在的事情 跟各位講 我們昨天晚上大家都在那個 因為 我們現在的那個 法理點招 我們那邊 整個打通 整個肚子都在擺 我們早上都 大家都很累 都 不永遠在咖啡店裡坐 在那看電視 看我們美國的那個 實況轉播 那個 錄影的轉播 在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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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一些 部長 我們十幾個人坐在那裏 在那裡 在那看電視 都沒有人注意到 鄉鄉新德州的副局長 晚上的那個講師 國語家的講師王選傑副首長 他在說 電視變小了 電視變小台了 我們就一直注意 我們在看的電視 我就開始回想 在想以前看的電視 到現在看的電視 現在電視變小台了 我們看差不多半點前 都沒有人發覺電視變小台了 原來是外大台 忘記了 原來是外大台真的忘記了 早上去五樓 因為老闆自己聽的電視 早上去五樓就看 電視原來這麼大台 到現在後面看電視一樣大台 不過現在電視有大概小一半 看半點前都沒有人發覺 電視變小台了 我講這個 做什麼用這個開始 跟各位講什麼 放點是什麼對不對 很多人就會這樣子 你已經習慣了 你在看電視做什麼你已經習慣了 你沒有辦法去接受 一個新的東西 電視變大變小 對你不重要 只要電視會放電視就好了 會放節目就好了 你不用去管 很多小學生 國中生 他也要去觀光 什麼叫做台灣的歷史 最近 叉叉如果說什麼台灣的教育課維條 課維條 也不用去管這些台灣真正的歷史 不重要嘛 歡迎講書上有寫 寫了就考 考只要過了就好了 反正以後出社會 用不到 歷史出社會誰用得到啊 我又不是歷史學家 現在各位來學台灣戰爭史 用得到嗎 用不到嘛 你又不是戰爭史的學家 可是為什麼各位現在要來上 跟我們去思考 德國的教育 美國的教育 因為我本身在做教育訓練 所以我很清楚 每一個國家的教育訓練 都在讓每一個小朋友 學會獨立思考的能力 獨立思考 不過台灣的教育很奇怪 他就給你什麼 一樣你就坐著看電視就好了 關於大台小台 關於有便不便 只要電視會放節目就好了 就是讓台灣的小朋友 越來越笨 真的 我告訴各位 我的女兒 剛開始學到台灣戰爭史 她去學校 她去學校跟同學講說 台灣沒有光復節 你念的歷史是錯誤的 台灣沒有光復節 她一個人講真話 然後全部的小朋友怎麼樣 都給她鼻這樣 嘿 你們這小學生不是最長的首飾嗎 這樣鼻這樣 都說女兒子打台 嘿 我女兒在講真正的 台灣的歷史 台灣沒有光復節 她講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她就 她整個叫起來 她不敢再說了 她本來還要繼續說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她才沒說 她說 所以所有同學 都給她打 所以各位覺得很奇怪 我們已經習慣了 電視大台 小台 只要會放節目就好了 我記一下 這個例子 有點限制級的 小朋友聽不懂 沒有關係 不要問 不要問你隔壁的 話說 話說 豬八戒啊 她從過去來到現在 可是她發覺 在北海 她在那個西遊記裡面 她很多女朋友 可是來到這裡 交不到女朋友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外貿協會 生個一個豬鼻子 誰會喜歡她 所以她就找到 那個醫美整型的診所 然後她就問她說 你要整什麼樣子 她說 整現在最紅的歌星 結果她整出來變王力宏 豬八戒變王力宏 很帥喔 她就出去外面 然後她想說 王力宏應該可以交到女朋友 結果王力宏 大家也沒有人 要跟她在一起 因為大家都以為王力宏是什麼 是gay嘛 所以她覺得 為什麼又交不到女朋友 後來竟然有一個女生 來跟她搭訕 她很高興 一看 這個女生是名歌手 張惠妹 聽過王力宏跟張惠妹的緋聞 結果她很高興 她終於有女朋友了 她就跑到那個 小朋友不該去的地方 就跟王力宏跟張惠妹 就很快樂 度過一段很愉快的時光 兩個小時之後呢 豬八戒她就說 她跟張惠妹講說 我應該跟你講實話 事實上 我不是王力宏 我整形過了 我是豬八戒 你知道張惠妹怎麼回答 張惠妹回答說 惡師兄 你叫惡師兄 剩下就不用講 現在台灣的社會就是這樣 都是外貿協會 台灣的社會已經整個變質了 流行韓國的文化 都是學人家的次文化 都不是學比較好的文化 我講這個 讓各位可以精神一下 你要知道 我剛開始跟各位一樣 我剛開始跟各位都一樣 我坐在這裡 剛開始聽 有可能 我心裡面打了很多問號 但是 畢竟 有去國外上過一些課程 知道 要去思考 欸 林志生林博士講的 每一條都很有道理 都有道理 他講的話我沒有辦法反駁 我再去求證 去電腦上找資料 然後再去網路上看資料 網路上一打資料 打錯了 沒有打台灣民政府官網 打一個台灣民政府 裡面罵那個林志生林博士的 一百多條 非常多的批評 那對我的概念來講 只要他會去批評 表示他受到人家注意了 他的注意力 不管 注意力 我在因為我是學注意力的 注意力系統裡面 你不管 渴望還是排斥 都是注意力 也就是說 你越不想要的 你越去想 他越會來 這樣聽得懂嗎 你越不想要的 你越去想他越會來 這個例子 我的學生 就很清楚的告訴我 我有一次在上課 我就跟他們說 你越不想要的 你越去想他越會來 他就跟我說 老師你講得很有道理 我說什麼叫做很有道理 他說 我們爸爸 他是 招音 女生 我們爸爸 從出社會 從出社會 從我出社會開始 台學畢業 就跟我說 你要嫁人 兩個條件 不能嫁 一個 外生 中國人不能嫁 因為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不能跟他們混道 所以不能嫁給 那個中國人 第二個 不能嫁給東吳大學畢業的 他說蛤 為什麼不能嫁給東吳大學畢業的 他說 因為我們家就住在東吳大學旁邊 那東吳大學畢業的 男孩子 只會被我撞求 所以都不會 那是偏見 注意力裡面有五個系統 這是偏見的注意力 所以他把他們 他們老爸 他們女兒 去接受他老爸的指令 所以他每次交男朋友 就會問 第一個要問什麼 你是不是 中國人 我不是 那你是不是東吳大學畢業的 不是 這樣就可以交往了 可是交往都沒有結果 匆匆的就過了 已經年過三十了 已經 再不生小孩 就已經進入高齡產婦 所以就要趕快嫁 那時候呢 他爸爸的工廠裡面 工廠 有一個 補兵人吃婚的年輕人 補兵人吃婚 滿口很流慮的台語 都跟他爸爸說給我 他就跟他們老爸說 你們女兒子 到現在還嫁不出去 會變老處女 不然我 勉強 沒有啦 他就很認真的 他也很認真的追他 為了 他為了追他的老闆的女兒 借菸借檳榔 他說看 雖然看起來好像高中畢業 國中畢業 不過很認真的 還有我們台灣人 好啦 不然就尾開了 下架 我們自己的公司 看他那年輕人已經看五六年了 很認真的 就嫁他 也生孩子 生兩個 我一天在開港 我想要把我的工廠交給學歷更高 他就說 爸 我是東吳大學畢業的 他說 你還在那補兵人吃婚的說台語 你東吳大學畢業 他說 我東吳大學畢業高財生 他很認真耶 我是說來這工廠 薪水比較高 他就有頭腦的 他那時候東吳大學畢業去外面三萬塊 他來工廠這樣 比較認真一下 他說我想說 以我的學歷做到廠長沒有問題 隨便也有八九萬的薪水 所以他在那裏面很認真 所以他說我東吳大學畢業 我又很會理財 我東吳大學畢業的高財生 我來這裡不能當廠長嗎 他說 你東吳大學畢業 喔 要這麼認真 他老婆突然就一個靈光一現 就問他說 你是台灣人還是外生 他說 我是外生啊 你喉嚨怎麼說這麼好 他說自小人 跟人家說喉嚨的 說慣勢 你看 他越不想要的 越不去想 越排斥 結果越來 他說老師這真的很有道理 我爸爸說 絕對不能叫東吳大學畢業的外生 結果看起來 絕對不是東吳大學畢業的外生 那種男人 我嫁他 結果五、六年後 孩子都生兩個 才知道說 他是東吳大學畢業的外生人 你會發覺 當你開始出去外面跟大家分享 你有沒有開始上網 瞭解我們台灣真正的歷史 你出去跟我們分享 你當你在分享的過程裡面 大家都會跟你排斥 我分享過了 這都是我的經驗 那不可能啦 難道我們的歷史寫的都是 我們讀的歷史都是假的嗎 難道上面寫的歷史都是假的嗎 真的都是假的 各位知道嗎 蔣介石他是一剛開始就來台灣的嗎 不是啦 我告訴各位 蔣介石剛開始他戰敗了 他輸給日本 他躲到重慶 他在重慶準備要撤退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已經有人在台灣了 我們自從秘書長告贏美國之後 我們戰爭史 所有的美國的機密文件開始解密 蔣介石那時候不敢來台灣 為什麼 各位上我們的官網 左下角有一個專欄 戰爭史回顧 裡面所有的專欄都有 現在有三百多篇 你整個看完可能要看兩三天 你把它去看完裡面就有一篇有講到 蔣介石當初一看到台灣 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他派誰 他派孫立仁來管台灣的軍隊 他派陳誠 陳誠在管台灣的行政單位 所以台灣一定有兩個管理人在這裡 麥克阿瑟將軍委託的管理人 一個叫陳誠 一個叫孫立仁 所以蔣介石沒有辦法 他不敢來台灣 他不敢來台灣被人家當戰俘 當那個流亡政府 所以他直接帶著他隨護 帶著他所有的機要人員 包括那些大使什麼 飛到澎湖 他在澎湖 他在澎湖開始運作 他帶著一個很厲害的母 那個宋美玲小姐 他就開始在那邊在澎湖 跟美國運作 跟日本 到處跟每一個國家去運作 最後呢 孫立仁自己飛到澎湖 孫立仁他飛到澎湖說 永遠的蔣主席 我們宣誓效忠你 軍隊 掌管台灣的軍隊 他跟蔣介石宣誓效忠 所以蔣介石就敢來台灣了 因為他來台灣他有軍隊 他只要有軍隊他就不怕沉沉了 所以他來到台灣之後 孫立仁怎麼樣 永遠的軟禁 軟禁到老到死 這就是孫立仁的可悲的地方 美國那時候想要把軍隊完全的 把台灣完全交給澄澄跟孫立仁 因為他們也忌諱很忌憚 蔣介石 因為蔣介石很厲害 因為身兵那個母國更厲害 以後各位都可以看到 宋美玲飛到美國 他都不住在雙向元 我們以前的中華民國 在美國有一個雙向元的大使館 他都不住雙向元 他都住在白宮 很厲害 以後你們就會看到解密 所以這樣子 杜魯門才會講說 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他把台灣都偷了 這是杜魯門親口講的話 因為宋美玲飛到那邊 睡在羅斯福那邊 難怪台灣就一直沒有辦法 國際地位可以正常化 所以我們現在開中民意 讓各位知道 我們台灣民政府最主要的主張是什麼 我們的立場 各位昨天 一開始就有看到我們的主張跟立場 對不對 你要很清楚知道我們的主張跟立場 你出去外面才有辦法跟人家講 我們不要戰爭 我們也不會跟你起衝突 我們不會跟中華民國起衝突 也不要跟他戰爭 你知道像我們在開 我們的車牌都有掛紅色的車牌 我們都不會去跟中華民國的警察起衝突 他也對我們很客氣 甚至我們的管區 剛開始的時候還不認識 車開出來 我要去演講 車開出來他們都會看 請問一下 連先生 久都知道 你現在是哪一國的駐華使節嗎 他這樣跟我問 因為我掛紅白 我說不是 這是美國軍政府發的車牌 你可以去了解 台灣你要改變 今年就會改變 你了解對於有好處 我們很多警察 很多公務人員都已經來這裡上課 這是真的 我們先看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根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政上課 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有政上課 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有政上課 我說一個比較多的 我們台灣那個時候 沒有出一個人 我講真的 那個時候 蔣介石戰敗了 蔣介石的軍隊有沒有四處流竄 蔣介石的軍隊我有去看過 有在金三角那邊 太北邊境 有在越南 有跑到台灣來的 甚至有往那個日本往哪裡 蔣介石的軍隊四處流竄 那時候蔣介石的二三十萬大軍 都在越南 都在外南 為什麼 越南的大軍很快就撤退了 因為外南出一個胡志明 胡志明去要求法國軍隊 我們不要讓中國軍隊 來佔領我們越南 請你幫我們趕出去 所以越南的軍隊很快 越南的中國軍隊很快就被趕出去了 趕出越南 台灣那時候就沒有一個人 所以台灣才會糊裡糊塗 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真的在台灣嗎 中華民國不在台灣 各位要清楚 先跟各位講 中華民國在台北啊 這有什麼不一樣 中華民國在台灣 跟中華民國在台北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要先搞清楚一些概念 讓各位概念清楚 你在跟朋友聊天 你才可以聊得很清楚 只要是奧運代表隊 台灣的奧運代表隊 到世界各國去比賽 掛的是什麼棋 是中華民國國棋嗎 掛什麼棋 五環棋嘛 五個圈圈的棋子嘛 我們叫五環棋嘛 那為什麼只能掛五環棋 不能掛中華民國國棋 不是 這是中華台北的奧會會棋 中華台北的奧會會棋 什麼叫中華台北 很多老師也都不知道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不是在台灣 他只有在台北 在國際上公認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跟各位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今天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可以在台灣 那當初 當初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有三個 有兩個流亡政府 在倫敦 一個叫做法國流亡政府 在倫敦 一個叫做波蘭流亡政府 在倫敦 一個是英國政府 在倫敦 如果 可以這樣子 是就地合法 那請問一下 法國流亡政府 他可不可以說 倫敦是他的首都 中華民國就可以啊 波蘭流亡政府 可不可以說他的首都在倫敦 我們都知道不可以 所以 倫敦是誰的首都 英國 所以英國政府在倫敦 所以很自然而然 法國政府 波蘭政府 通通要回到他們的國家去 如果他們回得去的話 他們也的確回去了 所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只能在台北 他不能在台灣 那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要合法 他要回哪裡 回南京嘛 南京上面又刻了一個石碑 寫中華民國政府 1911年到1949年 1911年-後面沒有的 表示這個政權在延續當中 1911年-1949 表示這個政權已經結束了 所以他已經死了 然後死人可以在台灣復活 這就是台灣的悲哀 台灣沒有人把他趕出去 台灣那時候剛好遇到 因為 各位很清楚 我們昨天上課你們都很清楚了 我們是戰勝 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 對啊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看那個 去年的經典賽 前年的經典賽 中華對日本 打得很精彩對不對 九局上半 中華還以4比3領先 九局下半被4比4追平 最後 日本贏了 倒贏了 然後大家都很失望 我那時候真的我在鼓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上完課了 我知道我們贏了 我們是日本隊還是台灣隊 我們是日本隊 我們不是中華隊 如果他們是台灣隊 就是我們的隊 我們是以自己內戰 日本跟台灣打 但是我們重點是 那時候他們是代表中華 所以他們是中華隊 我們贏了 可是很多人都很失望 這是我們的 從以前 我們就開始混淆了 因為六十八年來 他就是這樣一點一滴 一點一滴 讓你覺得選舉是合法的 讓你覺得納稅是合法的 讓你覺得當兵是合法的 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法國 法國的流亡政府 他在倫敦 跟倫敦的人民課稅 合法嗎 他們會繳嗎 法國的流亡政府說 倫敦的人民 要當他的兵 當法國兵 他們會去當嗎 我們有沒有當 有當兵的舉手 我們都在幫敵人打仗 我們為什麼要去當中華民國政府的兵 對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人 所以沒有人替我們講話 我們現在自己要 我們現在開始要一點一滴 就像現在那個電視變大變小一樣 各位已經麻痹了 這六十八年來 現在大家坐在這裡 開始慢慢了解 不過這六十九年 我們在學的東西都是錯誤的歷史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現在是真正的想要認真的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讓台灣可以以合法的名義到國際上去參加任何的國際組織 那台灣怎麼樣才會有合法的名義參加國際組織 用中華民國在台灣嗎 聯合國都不承認 你知道當初聯合國真的是我們那個中華民國自動推出聯合國的嗎 不是啦 是被人家趕出來的啦 因為毛澤東他已經是確定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 怎麼可能在聯合國會有一個中華民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他們把你當作同一個 他們那時候當然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實質上治理所有的中國嘛 所以中華民國算什麼 當然就被踢出去啦 還講得很好聽我們自動推出聯合國 他還很悲憤 那時候真的是搞不清楚還有什麼 我們從小就在講民族的救星民族的偉人 想到真的是覺得有的時候很可笑 自己覺得很可笑 但是在笑的過程裡面 你真的心裡面要有 常常那個秘書長在講說 我們台灣民政務我們這些政務官 看起來這個臉色都很凝重 我們就會講對啊 我們被騙了69年你不會很凝重嗎 被詐騙集團騙了69年 你真的被賣了還一天到晚幫他數錢 因為你有繳稅嘛 所以等一下我會告訴各位 我們對中國殖民政權推動的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真的 但是那個你要有相當的經濟能力基礎 你可以不用繳健保費 你可以不用繳稅 你可以不用繳國民年金 你這個都可以不用繳 我們不合作也不配合 但是你要能夠生病自己花錢去看醫生 我講的是我個人可以做到 你們如果沒有辦法 你們衡量自己的經濟能力沒有辦法 不要那個不合作也不配合 我們家國民年金的單子每天寄來 每個月都寄來 越寄越多 我就把它累積起來當一個紀錄 這個以後我們民政務執政以後 這是一個很好的 我告訴我自己 我就是按照這樣子 我們的立場 對中國殖民政權它推動的事務 我不合作我也不配合 但是我們要守法 我昨天 就開車到7-11 就去繳個錢 然後 車子就停在7-11門口 那個警察就來了 桃園的警察 他一來看到我的車子 他看了一下 他說大哥 你也配合一下 中華民國的法令你也要守 他這樣跟我講 中華民國的法令你也要守 我說 對啦對啦 你們是治理黨局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應該停在紅線 我先開走了 他已經完全認識我們的紅牌了 他很清楚 所以他就這樣跟我講 他拿著招攬機下來 他說大哥 這不能停車啦 你中華民國的法令 你也要收一下 歐歐歐歐歐歐歐 我應該要收中華民國的法令 不過很快 你就要遵照我們的法令 我就這樣跟他講 就開走了嘛 我們要守他們的法令 那不合作不配合 是看你自己的經濟能力 看你自己的能力 有沒有辦法去不合作不配合 我們盡全力去做 然後呢 我們要很清楚 日本天皇 現在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從舊金山和平條約到現在 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日本天皇都一直擁有台灣 嘿 因為日本天皇他先暫時的放棄 台灣的Right Title跟Claim 按照那個意大利 跟索馬利亞的那個條約 他意大利放棄 索馬利亞的Right 跟Title 因為他是殖民地 所以他不用放棄他所有的主張跟權利 Claim 天皇我們只要放棄 台灣的所有權 因為那時候他怕日本又繼續發起帝國的戰爭 所以那時候日本天皇他放棄所有的Title Right跟Claim 所以你要了解到 那個時候他放棄的是台灣所有的一切的權利 但是所有權永遠都是他的 就像他現在 現在 就像他現在 所有的台灣的領土 名義上從1945年的4月1號開始 就是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的領土 記住喔 是日本帝國 不是日本國 我們是效忠日本天皇的 因為從1945年的4月1號 他就是我們的處住我們的房東 這些我們在講的都是國際上承認的歷史 因為從1830年拿破崙戰爭之後 各位記住1830年拿破崙戰爭之後 所有的 國際上的承認的國際法戰爭法 他們的一起的公約 就是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如果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現在世界上誰最大 美國 美國不是打贏伊拉克 伊拉克也變他的 美國還有打贏誰 那打贏古巴 打贏關島 然後那時候西班牙戰爭 他打贏那麼多的國家 還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一直不願意獨立的 那個波多黎各 這麼多的國家 他應該現在佔有世界一半以上的領土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不能去把人家滅族 所謂滅族就是 但是我們本來是講日語的 日語通通不用講 全部學中文 改變我們的文化 改變我們的歷史 改變我們的習慣 改變我們的集體意識 我們整個的習慣都被改變了 昨天我還在跟我爸爸聊 我岳父啊 他比我爸爸大八歲 所以他國中國小 都學日文教育 然後畢業以後 他開始幫他的舅舅 每天從台中 載魚到彰化去賣 然後再用牛車 再現金回來 每天 就有一天 他回到台中 要把錢交給他舅舅 他就覺得 我不要叫骨工啦 就攤在椅子上 這個萬年的老賊 萬年的老賊 把台灣整個都改變了 為什麼 他說現在一堆爪 那都沒有用 現在四萬塊多一塊 你現在看那種很清和義堪 整車的現金 從彰化這樣拖著 死拖活都回到台中 變一塊錢 這是他們遇到的歷史 所以他們說 那時候他們一起都有去迎接 迎接那個送日本兵離開 然後迎接中華民國的國軍進來 然後他們在港口的時候 他們真的就很困惑 因為日本兵離開的時候 每個人都服裝很整齊 穿鞋子 然後那個東西都整理的 好好整整齊齊 背著行軍背包這樣 上船 然後迎接一群 都穿著那個幾乎沒有穿鞋子 然後破爛的短褲 然後都是背那個鍋碗瓢盆 這樣子的軍隊 很奇怪 然後呢 送走很有紀律的軍隊 迎接進來亂七八糟的軍隊 到底是迎接祖國的回歸 還是迎接災難的開始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台灣就開始進入 我們一段黑暗時期 日本常常講暗黑暗黑 我們真的就進入暗黑的時期 為什麼 本來 對進入整整38年 全世界最長 我們開始就這樣子 很自然而然的 不能講日語了 更有勝 更超過的是 你小時候跟你們老婆老婆 都說蝌鞋子 說蝌鞋子 不就說蝌鞋子的話 我們都講了我們自己的母語 然後突然到了學校 我去學校的時候 老師說你只能說蝌鞋子 你如果說蝌鞋子 你如果說蝌鞋子 還是蝌鞋子 你不怕 叫蝌鞋子 那時候打還好 被打勢小 因為我們的皮都很厚 台灣人很順暗 所以被打勢小 被罰錢勢大 因為那時候錢是很大的 他們財富重分配 用4萬塊萬一塊 所有的 那時候大陸來的那些萬年老桌 中國來的 他們的錢就重分配 他們的錢就變大了 變多了 我們的錢就變小變少了 再來375減租 跟著有其田 每其名都是在做財富重分配 你看到好像有一些電龍 他們變有錢了 事實上錢大部分留到誰的口袋 中國人的口袋 幾乎所有的黃金 所有的債券 所有的紙幣 幾乎都留到他們的口袋 因為他們掌握了權力 所以他們可以去改變現狀 我們現在在講對的事情 我們在做對的事情 結果卻很辛苦 要花很長的時間 我們這樣做 秘書長從2006年到現在 整整8年了 這8年來 一點一滴的 慢慢的告訴各位 讓各位了解這些法理 讓各位了解台灣的歷史 可是各位很簡單 上完三天回去忘記了 因為大家有個心態 反正等到執政 我再好好學就好了 等到執政 我告訴各位 你的法理素養如果不夠 你會很辛苦 為什麼 你去帶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跟你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跟他說 中華民國在台北 每一個人都跟你說 我們學的是北京話 你說不對 我們現在要學日語 結果一群人跟你講北京話 你用日語跟他們講 所以你們溝通上會有困難 如果你那時候的法理 又不夠堅持 法理又不夠正確 你很快很快 你會被他們洗腦 你會想著說 好吧 那我不要做對的事情 我把事情做對就好了 做對的事情 比較重要 還是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當然是做對的事情 你把事情做對 比如說 你不小心把人殺了 然後你把事情做對 想辦法把它藏到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所以你不會被抓到 這樣你就沒有殺人了嗎 做對的事情是什麼 一剛開始就不要去動手 所以你做對的事情 你很清楚知道你在做對的事情 你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人 大家在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盡全力來協助各位 讓各位很清楚了解 到底台灣的真正歷史是什麼 到底228事件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228事件之前 我們台灣有很多 一樣高學歷 像各位一樣開始想要了解台灣真正歷史 知道台灣還有舊的 我們一群人到日本 其實那時候錯了 應該一群人到美國 去日本要求日本天皇 可以實行對台灣的權利 因為台灣已經 對台灣在日本 已經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1945年4月1號以後 我們有一員在日本 去日本參政 我們也有軍隊參戰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日本 我們已經是完全黃民化了 可是那時候日本戰敗 連日本天皇天力 都被權力都被吊起來了 都被suspend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 真的認真的應該是去找美國 談判 因為要要求美國軍事政府 在台灣成立台灣民政 結果他那時候 他用同盟國的權力 他叫蔣介石來佔領台灣 叫蔣介石來管理台灣 他也只是叫蔣介石 暫時管理而已 結果蔣介石他就用很多的手法 很多的手腕 他管他什麼國際戰爭 那時候又沒有像現在 資訊那麼發達 所以他就片面的宣佈 台灣人全部規劃 中華民國國籍 這個就是佔領 他要就地合法 他要佔領 他要移轉主權 所以那時候才會有很多國家出來抗議 所以那時候本來 美國已經要讓蔣介石父子 因為他們太厲害了 所以要讓蔣經國跟蔣介石 蔣經國寫給蔣介石的信 他說爸爸 那好像美國 還有英國 他們要求我們流亡 繼續流亡到菲律賓 所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要去馬尼拉了 但是那時候 台灣的暗黑時期還沒有結束 我們的時間還不夠 我們真正當家做主的時間還沒有到 所以發生了韓戰 南北韓戰爭 美國又希望中華民國軍隊去幫忙打中國軍隊 因為他跟中國軍隊交手很有經驗 所以那時候要利用中華民國的軍隊 所以台灣 我們的日本 我們的 我們的 以前在當日本兵的這些台灣人 又繼續當中華民國的兵 我們把自己一直當傭兵 我們不是現在索契東域裡面的哥薩克基兵 我們不是傭兵 我們永遠都是日本天皇的神明 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主張是遵守國際法 包含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現在已經不提了 他已經不提台灣關係法 他們現在也要提舊金山和平條約 各位上高級班就越來越清楚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日本要修憲 讓日本回到日本帝國的憲法 讓日本天皇又有他的權力 他的主張 他的right 他的title 他的crime 台灣才能夠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才能可能跟日本成為邦聯 我們跟日本要成為邦聯的狀態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我們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 我們用各種方法 讓流亡中華民國結束在台灣佔領 我們開始發身份證 我們開始發車牌 我們也會發旅行證件 我們一步一步再做 這八年來我們一步一步再做 我們都遵照國際法 遵照戰爭法 一步一步再做 我們要不要使用暴力 要不要使用武力 根本不用 為什麼 很多朋友都問我們 常常跟我們問 我們台灣民政府如果這間 我們的錢從哪裡來 我們哪有錢 來關台灣 一個政府怎麼開錢 我們現在公務人員要哪裡領錢 我再告訴各位 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想 我們常常在講說 這就是一個國家治理 就像那個 當初那個 很多的首相在管理這個 一個國家一樣 第一個 要先開源節流 你節流怎麼節流 第一個 台灣不用養軍隊 好幾千億美金不用養 因為波多黎克不用養軍隊 關島不用養軍隊 所以你會知道 誰在保護關島 誰在保護波多黎克 美軍 所以今年六月到八月之間 你會看到美軍陸戰隊進來台灣 在內湖的基地 美國花了最多最多的錢 建立一個全球化現代的軍事基地 台灣沒有人去蓋 全部都是美國 直接派人 飛機材料 直接進來台灣蓋 花了最多的錢 來蓋這個軍事基地 再當一個亞太的軍事基地 那美國會在北中南都部署 他們的陸戰隊 甚至他們的最高科技的隱形戰機 這些轟炸機 他會來保護台灣 為什麼 因為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 根據國際戰爭法 他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他從1945年到現在 他都一直沒有放棄行使他主要佔領全國的權力 所以他才可以很輕鬆的 軍隊自由進出台灣 這是台灣的電視上都有報導的 台灣在去年的電視 下一堂課那個潘優先潘老師會給各位看 他的那個課程解讀與解讀 各位可以很認真聽 那裡面很多很生動活潑 他的他的 小年人嘛 那個投影片做得很好 我們老花啊 別說 我不敢說我自己說 我已經快五十了 我的小朋友都已經念大學三年級了 所以我馬上中年人 我有六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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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已經中古了 我小孩子大學三年了 小時候要來上法理電招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我剛剛講到 那個 那個時候電視有報導 美國不小心把四顆核彈頭 核子彈頭 寄到台灣 然後台灣就 核彈頭來了 就到台南的基地 就存起來了 他們也不知道到底寄來什麼東西 美國過了一年多 開始做倉庫的清典 我們四顆核彈頭 不見了 一看 送到台灣 送錯了 既然寄到台灣 包裹寄錯 本來可能要寄到日本的那個基地 還是寄到那個 那個關島的基地 反正寄來寄錯 就寄到台灣來了 台灣他們就一去查 還在台南 那個台南的基地裡面 通通沒有拆封 好好的 所以他們半夜就派了 那個運輸機 然後呢 到台南把那個核彈頭 拉出來到台中 清泉鋼基地 然後早上就送出去了 送出去之後呢 打電話給我們的國防部長 給台灣治理當局的國防部長 不好意思 我們有四顆核彈頭 運錯地方 在你們的台南的基地 我們現在已經載走了 跟你說一下 那國防部長說 唉唷 有夠可笑的 我們竟然沒有花這一年多 來好好研究 核子的那個 專業知識 他這樣說而已 他都不敢講說 他為什麼可以 侵入我們的領空 侵入我們的領地 自由自在把我們東西載走 為什麼他可以自由的進出 因為他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會看到海軍 上面掛載美國的國旗 樂山基地掛載美國的國旗 這些高科技的東西 甚至阿帕基直升機 現在不給台灣人 不給中華民國的軍隊開 為什麼 我們的戰爭史會裡面 都有提到 當初 為什麼一直姑息蔣介石 因為蔣介石是反共的 美國最怕俄羅斯共產黨 所以蔣介石反共 所以他們很清楚知道說 蔣介石他不會變成共產黨 可是悟幻星已時過境遷 現在呢 中國國民黨 已經喝了大和解咖啡 他不是施明德 但是他已經跟某一個 黨派喝了大和解咖啡 那這些 難道中華民國的軍隊的高官 那些軍官不會反叛 把那些阿帕基密 F16 F15的機密 F22的機密慢慢的洩漏給中共嗎 所以他們很自然而然的 很自然而然的 這些東西都是他們自己管 美國的軍隊 美國的阿兵哥 自己來管理這些武器 高科技的先進的武器 為什麼 因為馬英九跟中國和解了嘛 所以真的要蠻感謝馬英九的 他跟中國走得越近 我們台灣的好日子 越來越近了 真的台灣開始就 越來越有前途 越來越有希望 所以跟各位講 我們以後接政權 我們自己訓練好了 我們知道怎麼樣去當一個好的政務官 我們訓練好了 我們是跟中華民國交接嗎 不是啦 我們不用跟中華民國交接 美國的軍隊 美國的阿兵哥會保護我們 到中華民國的單位裡面 去接收所有的資源 那 中華民國會把資源全部還給美國 美國再交給我們 所以重點是 我們是跟美國接收 我們不是跟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不用使用武力 也不用使用暴力 就跟那個甘地一樣 跟那個 那些和平的領袖一樣 我們不用使用武力 也不用使用暴力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結束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佔領 也夠了 69年了 1895年的甲五年到現在 經過了120年 台灣剛好今年是一個新的契機 各位剛好來的最好的時間點 所以 開宗民意讓各位知道 你要知道 你這樣很清楚的 國際法理很清楚 占領 不得移轉主權 你占領一個國家 你要很快的 把這個國家還給當地的平民政府 當地的民事政府 當地的民政府 你不能去滅了國家的那個人 那個種族的文化 那個種族的文明 你不能去滅了他 所以當初李登輝說要 廢省 為什麼美國說不能廢省 廢掉 台灣省 就等於廢掉台灣的平民政府 當初 台灣的平民政府準備在中心新村成立的 所以後來美國要求只能動省 我們很快的 我們很快的又可以在那邊恢復事事跟運作 所以各位要越來越清楚知道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你用很多例子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 現在全世界都亂了套了 這樣子 倫敦就有三個政府了 那這個這個國家怎麼運作 所以一個流亡政府 他不可能在哪一個地方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只有回到他們的國家才會合法 你只要記住這兩個重點 以後你就可以教育你的事務官 我們先來看看 民政府我花一點時間跟各位講 民政府必修的教材 讓各位知道 你來學的法理的必修教材 讓各位可以知道一些歷史的概念 這個是在台灣戰爭史回顧的302篇 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你們如果台灣戰爭史回顧 沒有很多的時間 一定要上去看302篇看得很清楚 他裡面很多 包括我們跟美國高等法院 為什麼我們可以跟他告贏 我們到底用什麼法理 到底怎麼跟美國的那個律師 他們去答辯的 這上面戰爭史回顧裡面 都有清楚的提到 台生 那個302篇 這裡就會比較枯燥了 各位花點精神 集中一下注意力 這個你可以讓你的以後的事務官很清楚了解 這個就是 在戰爭法的架構之內 我們對琉球 他們對琉球怎麼佔領 我們要尋琉球模式 來做台灣返環的模式 1945年的4月1號 他沒有辦法上下 台政 這可以上下嗎 好 可以了 1945年的4月1號 我們要尋琉球獵倒美國軍政府 好 他第一個成立 然後呢 8月20號 過了4個月成立 沖巡諮詢會 那時候他們也都在摸索啦 好 我們剛好可以尋求他們的模式 然後呢 再過一年多 剛好過一年 他們成立沖繩民政府 1946年的10月3號 安美群島臨時北部南西諸島政廳 1947年的3月21號 宮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到1950年的6月15號 統合起來 變成臨時琉球諮詢委員會 到1950年12月15號 琉球獵倒美國民政府 這是最標準的 所以台灣民政府的 真正的稱呼應該是 台灣獵倒美國民政府 在1945年的4月1號 琉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了 1952年的4月1號 琉球政府 美國軍事佔領日本琉球的模式 那時候琉球他們有棒球隊 代表琉球去日本甲子園參加大賽 參加大賽 然後他們到日本拿到了名次 他們帶著日本的國土 要回到琉球 很感動 結果不能 不能把那個 因為那是日本的領土 你不能帶進來 琉球是美國軍事政府管理的 那些年輕的棒球員都在那邊哭了 這是對一個國家的一個認同感 我們現在已經被整個奴化教育 被那個奴役了 所以我們對日本一點都沒有認同感 所以現在我們很多我們的政務官要求各位 各位可以開始慢慢去了解 日本的歷史 日本的一些片子 把它拿回來看 了解我們的以前的日本的歷史 我想真的 你們如果真正去了解 當初最早在台灣實行統治 是1600年前是日本 那個時候 荷蘭人來到台灣 哇台灣一片複數 又是梅花路 又有蔗田 到歐洲是非常高級的蔗糖 梅花路可以當鹿皮 然後他們就跑去找那時候的明朝 在中國是明朝 我們可不可以向你禁貢 讓我們可以在台灣呢 然後有一些出口一些蔗糖跟鹿皮 中國跟他講說台灣又不是我們的地方 你要去跟日本的幕府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 1600年前 你要去跟日本的幕府進貢 所以荷蘭那時候就去跟日本的幕府 每年進貢三萬張鹿皮 三萬張 那時候台灣 那個平原到底有多少梅花路啊 一年進貢三萬張 然後其他的出口到那個歐洲 所以最早荷蘭在台灣屯肯 在台灣設立這些貿易中心 他們是向日本進貢 所以最早的紀錄 台灣是日本人的 台灣一直都是日本人的 所以我們現在 對日本沒有認同 我們應該要開始慢慢了解 我們日本光榮的歷史 我常常問 我在台北上課的時候 我就常常問學生 如果你重新出生 你要願意選擇 你去當日本人 當台灣人還是當中國人 我們不要講其他的啦 有些人說我就是喜歡當台灣人 有些人說我想當日本人 台灣蠻從日的 但是幾乎沒有人說 我生出來我想要生在中國 為什麼 中國人真的很沒有文化 他們說他們是五千年的泱泱大國 我只要到世界任何的國家 會插隊 會隨地土壇 會很沒有文化的那些大聲喧嘩 都是中國人 真的都是中國人 很丟臉啦 我那時候不知道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身份的時候 我都還覺得很丟臉啦 自己的同胞 在國外做這麼丟臉的事情 現在想一想蠻慶幸的 好歷史他不是我的同胞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個潘老師應該有跟各位講過了嘛 我們當三公來台灣 當三公沒有當三公 當三公來台灣 十個來 幾個老在這裡 對 對 你們都知道啊 所以 我們真的有 到中國的政 沒有多 所以我們真的 是平坡做到高山做的嘛 我們怎麼經常說我們中國人 我們郭鋒斌 郭老師對他們身體比較不好 他經常在說 人家說 台灣人 愛錢 怕死 還要做官 那不是台灣人 那是中國人 真的啦 古早 荷蘭的紀錄啊 他們紀錄說 我們台灣人是怎樣 鐵鍋掛菜兜 沒有 直接就衝起來 鐵鍋掛菜兜就跟人家衝啊 我們很驍勇善戰好不好 你都可以看到賽德克巴萊 我們的高沙組跟那個 跟日本兵 站到這樣子 最後才臣服歸順耶 所以真正的 唯一的齁 完全有統治台灣的 是日本人 當初中國滿清 在統治台灣的時候 也統治一條蚯蚓而已 我每次都統治一條蚯蚓 因為只有一半邊嘛 那個地圖畫出來 不是只有左半邊 各位有看到嗎 有啦齁 不用再打出來給各位看 所以各位要很清楚知道齁 我們是台灣的北部族 真的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中國人 這個慢慢的 你要開始有那種民族的認同 你要開始去看板上之雲 開始去看不毛之地 看這些 像日本 那個NHK電視台 它有計畫的齁 一整串的 把台灣的歷史齁 把日本的歷史完全的 這個 演化出來 我們要去了解 我們自己母國的歷史 所以我們現在齁 我們的年輕人也說齁 不要再做兵了 真的不要再當兵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用爭兵了 所以我們不要去當他的志願意 千萬不要齁 去幫敵人當兵 慕兵是他 他要出錢了 慕兵 他現在 他就不能去爭兵 他不能在台灣爭兵 他不能爭我們的兵 他可以去爭中國人來當他的兵 所以他可以慕中國的兵 我們要告訴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不要去當敵人的兵 不要任賊作父 這很快 這個時間很快就會改變了 透過各位 慢慢的時間點很快就到了 我們想一個很簡單的狀況 六月份 美國的陸戰隊全部都進來了 他在台灣的軍事基地裡面 然後進駐 請問一下 到時候中華民國他自己要怎麼解釋 就是我們當初不要美國的軍隊在台灣 現在我們再歡迎美國的軍隊進來台灣 歡迎又怎麼拗 多拗 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設立沖繩民政府 公古民政府 巴中山民政府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設立琉球政府 所以依照戰爭法來推論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日本台灣的模式應該是台灣美國軍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或台灣政府 中國軍事佔領日本台灣的模式 中國他們是要 應美國 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一號命令 進來台灣 所以他們應該是 台灣中國軍政府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 因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後面沒有 本職應該是中國民政府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或者改制成為台灣省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或台灣政府 結果沒有 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有設立台灣省政府 有設立行政長官公署的警備總司令部 他們有這個模式 接下來 蔣介石也一百都跳過人過 直接 把台灣都全部規劃中華民國國籍 這是完全不合法的 所以到目前他們走不出去國際社會 所以昨天 民主黨告訴我 日本護照是假的 美國 去年的九月我去 去年的十二月我也去日本 我都在現場 我們的這張新聞證 真的都可以 我們這張身份證真的在那裡都可以用 而且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我們的動心在日本 我們的護照護照都收起來了 他告訴我他要去換台票 因為那個動心 我跟他很認識的 他說他要換台票 結果他拿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沒辦法換 他拿民政府的新聞證 日票 就換台票 他很開心 回來跟大家說 我們的議長 也須拿他的新聞證 台灣民政府的新聞證 美國軍事政府合法的台灣身份證 快去換 大家都 不管那個匯率債高都去換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見證 中華民國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做 我們做得到 因為我們是在台灣國際地位 我們的身份證在國際上是合法的 不是假的 各位要很清楚 君主立憲的國家 他們的護照是什麼色的 你知道嗎 民主國家 沒有君主立憲的國家 他們的護照是什麼顏色 藍色的 綠色代表什麼 不是這個世界上有模糊地帶 很多國家還不被承認的 或是說很奇奇怪怪的一個單位 他們沒有辦法去歸類的 所以歸類為綠色 沒有辦法去分析判別的 那可能是外星人版的護照啦 中國佔領當局從1945年10月25號 依照盟軍學議 分配佔領日本台灣 沒有協助被佔領方的本土台灣人 沒有協助喔 所以 本質是台灣中國民政府的台灣省政府 在戰爭法架構有協助台灣民政府 乃至未來台灣政府設立跟運作佔領的責任 所以台灣省政府不可以毀掉 那是我們老伯的台灣民政府 我告訴各位 從中國進來之後 中國進來之後 他就一直在騙你 你如果真正了解 他真的一直在騙你 我請問一下 在台北火車站旁邊 有一個228紀念館對不對 那裡面供奉了台灣的228受難的家屬 有多少人 各位知道嗎 假設2萬多 好像沒那麼多 假設2萬多 那你知道當初日本 當初我們的台灣 在228事件之前 在日本有戶口 228事件之後 台灣省政府一查 戶口不見了 有多少人各位知道嗎 22萬 22萬5千 22萬5千 你說那些人 有的人是死去 有的人都走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查不出來 全家被滅口 因為你是知識分子 你是便宜的議長 我們這邊有228事件事件的受難家屬 我們有白色恐怖的那些受難的人 他可以很清楚告訴各位 當初他們在那個 警備總司令部 在台北 他們在地下一樓被訓問 我們蔡財源蔡老師會告訴各位 他說他累了 打在那裡睡 怎麼聽到地底下有哀嚎的聲音 這邊不是電梯只有在地下一樓 他說有啊 走下去有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那邊就有很多的台灣 中國的軍隊在那邊比腕力 掐死一個5塊錢 然後就放水樓 什麼樣的動物會放水流 死狗放水流 他把我們當狗 二十二萬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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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個 有時候講到真的是很哽咽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就這樣子一直任賊座父 這樣子69年來 幫他賺錢養他的軍隊 養他的外交官 養他的人 養這些中華民國的這些 這些狗 養他們養這麼久 然後我們都沒有辦法涵扣 一點都沒有辦法 我現在只希望 我的下一代 我的女兒們 我們的下一代的台灣人 可以讀到正確的歷史 可以真正了解 台灣到底是怎麼樣的台灣 一千六百年前到現在 我們的很多的歷史 全部都被封鎖 我們在台灣 地位正常化之前 不得 廢除 台灣省政府 所以 195年年的四月二八開始 中國的自民政權在美國 東極認可之下 代理台灣美國軍政府 繼續佔領日本台灣領土 基於中國佔領當局 並會設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的東極完全有在中 在未來 在未來的將來 在很快的將來 依照戰爭法 設立台灣民政府 中國佔領當局 留望的中華民國 對比佔領的本土台灣人 他用兩面手法 他讓你沒得選 他當初那時候 就用兩面手法 你如果沒有順從 他說按照戰爭法 美國叫我來佔領 他讓你沒得選 所以我是美國佔領當局的代理人 所以呢 你違背戰爭法 你二二八事件違背戰爭法 所以我可以給你殺無色 因為你叛亂 你是戰敗服 你是戰俘 你是戰敗國 所以這個他告訴你 你不順從 我用日本佔領台灣的 對不順從的治理 不順從中國佔領軍的人 祭出美國承認的戰爭法 最嚴厲的懲罰 所以美國那時候 他也沒什麼跟他說話 他這樣屠殺我們的這些 高級知識分子 這些精英分子 因為他說政見法 他們要叛亂 他們跑回去日本 可是我們那時候不懂 我們要求 我們應該要求 美國成立台灣民政府 要求中國佔領軍 協助台灣 因為我們是被佔領方 協助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 那些人不厭人 不一個夫自民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現在我們有林志森博士 帶領我們 我們很清楚知道 我們可以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 如果順從 你就順從啊 你順從他 你就會當他的兵 他就解放中國台灣 把本土台灣人 那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治理 就地合法 將台灣佔入中國 你不順從 死路一條 你順從你才有活路 啊台灣人民就是這樣 很容易就因應實際的變化 因為我們要求生存 所以我們只要有飯吃 我們可以生存的下去 我們就得過且過 69年 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得過且過嗎 不要對不對 所以你們才會坐在這裡嘛 所以拜託各位 從現在開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跟各位講 從現在開始 你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你要花一些時間 去研究去了解 我們台灣的歷史 我們在後面都有賣書 這些書 你可能看教科書 都沒有那麼認真 這些書 關心著你的將來 關心你的income 以後你的收入 所以 拜託各位 我們的新台灣論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 看一遍是不夠的 人家常常講說 月見千遍下筆成文 月見千遍下筆成文 所以你如果 能夠把新台灣論 看過至少三遍以上 那我告訴各位 我自己在看書的方式 比如說 你可以想像 你現在要花滾手 我們上完高級班 所有的 本土台灣人 我們上完初級班 高級班 我們都有資格去考台灣的軍手 相當於縣長 可以去當一個地方的父母官 你可以當作要考軍手的心情 因為我要向各位講口 我要先去內化 學做交傳 我不是學會人 然後開始教各位 我要真正去內化 去了解 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我會找一個咖啡廳 或者找一個 比較安靜的 Starbucks 我就會找一個位置 開始 邊做筆記 邊聽邊看 說讀聽寫 唸出來都沒有關係 這樣認真的去把 新台灣論 一點一滴的 一字一字的 一字一句的唸出來 不會花很久的時間 這本書你看了三遍之後 你會開始有一些 越來越不明瞭 因為書齁 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讀通 你有的時候 可能像我們這樣子 我就會跟佑謙老師 我們就會去討論 聊天 然後大家互相研討 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就越來越了解 你們每一個州 都有這樣子的 讀書會跟研討會 所以當你法理越來越清楚 你才能夠 觀念 概念搞得很清楚 很通 你在跟人家聊的時候 才不會被那些 耍嘴皮子的 我所謂耍嘴皮子就是 他只是嘴巴會講而已 那中國很厲害 我遇到過非常多的中國人 因為我也有去過中國 因為他們從文革時代開始 每個人要求生存 就一定會鬥 一定要會分化 辯論 不就要耍嘴皮子 他們講的東西沒有內涵的 我們去香港上課 我們上的是比較屬於 心靈的成長的課程 我們的課本 每堂下課就會鎖起來 美國人 因為他知道中國人很會copy 他也知道說 要鎖起來 鎖起來對他們是好的 因為那些東西是要內化的 你要去真正去實際經驗 比如說做一些活動 做一些遊戲 你要自己親自去實驗 結果 很奇怪 我們上課上到第一天的下午 我們就看到中國人 每個人都有一本copy 然後我們他說 你們怎麼會有copy的 很簡單 他教我們把那個書交回去 我們把皮交回去就好了 內容拿出來飯店copy 下午就有了 每個人都有一本copy本 那有用嗎 我們上到第九天 他們還在上第一天的課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只用嘴巴 我們那個叫做 非文字非語言的信息 非文字非語言 是用心去感受的 當你把台灣戰爭史讀通 你的內心的力量會很強大 因為你很清楚知道 你講的是真理 那些中國人在怎麼跟你耍嘴皮子 他們變一變會辭窮 為什麼 因為你很清楚知道 佔領不得就立合法 然後佔領不得一轉主權 所以他怎麼變 萬變不離其中 所以你要從戰爭史 台灣戰爭史的回顧 我們在官網上面都有 慢慢一篇一篇去讀 告訴自己每天早上 我每天早上真的第一 起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台灣戰爭史 每天有長有短 不一定 每天就這樣一篇一篇 一點一滴 累積你的內功 最後我告訴各位一個故事做結尾 李小龍 中國的武術大家 他是自己真正練出來 因為我有學過李小龍的功夫 一點點 皮毛 那時候李小龍在練鐵砂掌 他在練鐵砂掌的時候 他很努力的朝鐵砂 因為沒有內功 所以他近視一千多度 因為手有四神經 他用手自己去朝鐵砂 結果四神經受到傷害 李小龍這樣硬練出來的武功 他有一天美國的FBI邀請他 到他們的頂樓18層 18樓 跟中國大陸的毛澤東的貼身保鏢 去做武術的對打 他們想要看看到底是 中國大陸毛澤東的貼身保鏢 比較厲害 還是李小龍比較厲害 他們兩個對峙了 他們說他們兩個 起手勢 對峙了十幾個小時 李小龍常常要求就是 敵不動我不動 敵一動我先制 就是他們都是後發先制的道理 因為你一動就有破綻 結果他說 他那一次才真正知道內功有多重要 因為那個人 那個大陸的毛澤東的貼身保鏢 他竟然可以蹲在那裡 馬步一蹲 蹲十六七個小時都不動 好像入定了一樣 他們說他們練功 一到二十五歲之前都在練內功 二十五歲以後才會學招式 所以二十五歲之前呢 你跟他打 他說他是一個廢人 二十五歲之後你打不過他 各位需要花一點一滴的時間去練內功 等到你內功練成了 你的事務官再怎麼跟你變 他變不過你 因為你很清楚知道台灣戰爭史 你很清楚知道新台灣論 你很清楚知道台灣的法理地位 我們不要政治台灣 我們不要情感台灣 我們以後用法理 讓台灣走遍天下 這樣好不好 講到這裡謝謝